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亲爱的朋友 您一下所收听的内容 由火水顾问公司制作 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今天凯宇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叫做万能金钥 由90文化出版 这本书到底谈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就以它书名的意义来说 我想可能很多人会误会 他是在谈怎么开锁的部分 当然啦 它是一个隐喻 这个金钥要开的锁呢 是我们的心中的那把锁 也就是我们如何去自我设限 让自己没有办法发挥生命的潜能 所以倒过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掌握到这把万能金钥 这个关键的钥匙 那么所谓的心想事成 我们心中的很多愿望 渴望 或者是呢 实践生命意义的等等的思想 都可以透过这些方法去做一个实践 那今天呢 开语的对谈人就是嘉玲 嘉玲你好 大家好 我是嘉玲 嘉玲我们今天来共同谈 万能金钥这本书 我记得在我们开始录音之前 我在跟你说今天要录这一本的时候 你的反应让我觉得蛮逗趣的 你的反应就是 怎么又是这种书 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想法 我想长期收听我们有声书评的网友们 一定对于心想事成这类的书不陌生 当开语说我们今天来谈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想的是 那这本书跟这些之前的书有什么差异 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这样子的书 我想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 尤其你现在发现 其实每隔一阵子 只要有任何新闻点可以操作的时候 尤其秘密这一系列的书 大家就会开始又在讨论 比如说有哪些人运用秘密的法则 减了多少公斤 然后中这个头彩等等之类的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 我还是决定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现在在书店里 看到有关吸引立法则相关的书 那其实他的老祖宗 要追本溯源的话 我这样讲 如果就以这本书的英文原版 在一百年前 也就是1912年出版的 这是他英文原版的出版时间 距离现在刚好一百年 我必须讲所谓心想事成的观念 不是一百年前有人发明或发现 他其实在更早 在各个文化历史跟传统里面 都有类似的观点在谈这件事 只是谈的角度方向不一样 但是这本书他的时代意义就在于 他在一百年前 他用现代的语言 谈心想事成 所以我必须说 其实现在我们在书店里 看到这些谈所谓心想事成的书 十有八九是承袭他的脚步 或者是讲得不客气 叫做十字崖晖 我想应该就是他的徒子徒孙 对可以这么说 那这本书其实我们在想 其实一百年前就有人这么清楚完整的 说明了这所谓的吸引力法则的一个存在 和实际的应用 和他可以创造的效果 那我就在想 其实对于我们在谈书 在做一个有声书评的导读人的一个角色 跟角度来说 我想很多人都在追逐这一系列的书 我用追逐这两个字 我想应该不过分吧 因为很多人都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考到理想的学校 找到理想的伴侣 捡回理想的体重 这一类的 应该是说他的生命 或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 是他想要去完成实践 那他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具跟方法 所以他只好寄托一个心想事成 这样的一个法则 对 所以我的想法非常简单 既然我没有办法 让社会大众对于这类的观点 有一个更全面性的认识 那不如我就运用前人的作品 尤其在如果一百年前 就已经有人说了这么清楚并完整 它就是一个以现代语言 谈这样的观念的一个 重要的指标跟时代意义 那么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能真的读懂经典 你何必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 读一些后面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衍生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但它其实是一个入门的意义 一旦你这个门进来之后 我觉得就好像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做研究为什么要读原点 为什么要读原文书 这一本所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很多的翻译或者是再诠释 都会造成很多观念上的偏差或误解 所以我在想说这本书 它值得介绍的部分在这里 好 而且凯宇刚刚我们也聊 这本书它的形式很特别 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机会在书店里头 看到它把它拿起来翻一翻 你就会发现它的写法 跟以往我们在一般通路上面看到的书 很不一样 凯宇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本书副标题叫做 心想事成的24堂课 如果对于阅读有一定的理解的话 就知道它内容十有八九 就是分成24个篇章 是没有意外 但是问题是这24个篇章的内容 如果你翻开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很妙的地方 在于说它每一个篇章的诠释 它除了刚开始有一个短文作为前言之外 后面呢 它几乎就是用条列的 第一点说什么 第二点说什么 第三点说什么 这个一二三并不是你想象中的 比如说一个作者在写书的时候 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不是 它就像一个 各位想象一下 所谓的寒寿教材 你知道吗 很像补习班里头 对就是它就是讲义啦 讲白的就是这样 像我们去补习班 我们不管哪一个科目的讲义 不管你是念理工科 还是人文哲学的讲义 它不会跟你交代这么多 文字形容的部分 对就是教科书完整的文章 它应该就是帮你把重点抓出来 对 这一段 你只要知道这一行字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样子一路列下来 是 那平均呢 每一个篇章大概都有二十几点到三十几点左右 是 的一个要点 那它的一个用意 它为什么这样写呢 是 我想其实有几个原因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万能经药这本书 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并不是以出书为目的 它其实只是做一个所谓的寒寿教材 也就是说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做查尔斯哈尼尔 他本身是一个美国人 在密西根州出生 那他年轻的时候呢 在圣路易这个地方工作 后来建立起自己成功的事业 那建立起自己成功的事业之后 他觉得他一生有遵循一些重要的观念跟想法 是一般人没有这么做的 那这样的一个差异就造成了他可以白手起家 所以他在事业有成之后 他就决定是不是有机会 有可能把这样的想法交给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让他们在有限的生命里 至少能够满足他们心中的一些愿望跟梦想 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想法 把自己的一些概念和怎么实践的部分 列成了24堂课 然后用寒寿教材的方式 所以这个作家 他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但他成功之后 他想要更推几集人 把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 或者自己的一些处事的原则 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 所以他这个24堂课 很特别的地方就在说 你如果真的去翻他读他的话 你会发现他后面还有随堂测验 很像我们一般上课里头 课程结束之后还有活动单这样子 对 所以呢 但是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本书他在1912年出版 可是呢 他在19 大概好像 我记得没有错 他是1933年之后 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后来再出现 是大概2000年之后了 所以中间有70多年的时间 是不见天日的 他是禁书 对 他被禁了 他里头写了什么 禁报的内容吗 他里面 对于禁报 有时代上的差异 我们今天觉得禁报的东西 我看对古人来说已经昏倒了 就是肉体跟身体这样子 对对之类的 可是对古人来说 他们认为很禁报的东西 在我们现在认为稀松平常 对不对 所以你要回头推一下 在100多年前 那个时代的脉络底下 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知道 在美国在西方社会 都还是这个所谓的教会 这个思想 尤其基督教 天主教 这个教会思想 是非常非常的 属于是所谓的 一般的政治正确啦 就是教会怎么说之类的 像你看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 哈利波特也是被教会骂得要死 对啊 可是越骂越骂嘛 对不对 可是在100年前 当你一本书 只要被教会 有指责说有道德上的疑虑 或者是有所谓的当代的政治正确上的疑虑 基本上是很容易被禁的 是 那这本书其实就是被教会禁了 那教会到底是觉得 他哪个地方不妥当 不能让世人知道呢 其实很简单哦 心想事成 是谁在想 是我在想啊 人在想 对不对 那教会在过往几百年的历史 这样下来 他们都是以神为本位 是 认为呢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必须要臣服于神底下 是 按照神的命令办事 否则神生气会把人类毁灭了 之一类的嘛 对不对 那这没有所谓对错的问题 这是所谓的信仰思考的主軸 但也因为这样的信仰思考主軸 如果有一个人 他告诉你 在那个时代告诉你 你呢 神是存在 不存在 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主 你开始从一个所谓神 为本位的 生活指导 变成是一个 哦原来 我的思想可以决定我的命运 甚至于我的思想可以改变世界 你知道那对于保守势力来说 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怎么可以让他的信徒 开始觉得有自主性 如果他有自主性 他还需要我教会做什么 对 是这样吗 对 其实他可以这么说 就像比如说我们看 西方宗教的一个历史 为什么有新教革命 新教革命到底是革的什么命 以前 在 在 旧的这个西方宗教里面 你一切对于神旨意的理解 解读 人谋不脏的问题等等的 那当然谈到这个是谈的有点远 但是我在想说 其实我也必须跟大家说 这本书的内容 你在读 如果你接触过很多吸引立法者的书 我必须讲 它里面的内容 绝对不会让你意外 因为就像我说的 市面上太多的书 都是十字鸭会 都是 依循着万能经药的脚步 所衍生出来 所以如果你读过一些了 你回头来看 你绝对不会陌生 可为什么还是鼓励你读原点呢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源头 然后他把这些所谓的思考主轴 用一个最 最不过分诠释 因为老实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 谈这方面的书 它有一点过分诠释了 那当然这个过分是很主观 最对我来说是过分诠释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是 可能掺杂了很多作者个人的经验 而这经验的真实性 所谓真实性不一定是 只客观事实 就是说他真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 还是他只是很会写很会说 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可是呢 这个作者查尔什哈尼尔 他本身你去读 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 他甚至于就是你有时候读完之后 你没有特别看作者介绍 你还搞不清楚这个作者到底是 背景是如何 可是我觉得 你去像我读完之后 我就会觉得 他其实就真的很符合他的职业 他是个企业家 他讲究的就是物实 实事求是 对因为今天我们必须要很坦白的来说 就是很多市面上所谓的灵修大师 或身心灵的达人 他们讲了一些很棒的东西 他们分享了一些很棒的概念或知识 可是我们也必须回头去想一想 他做得到不见得适合我们 是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 可以每天在那边打坐 静坐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有生活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遇到很多 很实际的东西 我们却要去处理跟解决 所以我自己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有实物经验的企业家 他在他成功之后 他分享出来的一个 不管是成功的法则也好 或者帮助你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好 他里头所写的很多的建议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些我们活在舒适生活的人 可以使用的 至少就我们中国人来说 一切概观论定 这个作者已经过世挺久了 书也在一百年前就出了 所以至少他谈的东西 比较不会有那种让人觉得混淆 变来变去的可能 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变 但是我觉得谈到这边 有一个部分 我还想跟我们的听众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我刚刚说 如果你读过很多类似的书 那如果你没读过的话 那这一本是不是很好奇点呢 我必须说是 因为你有时候读一些书 你可能会有理解上的障碍 他已经把它编整成为像讲义般的形式 其实是很容易读的 比如说他第一章 第一课就写 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道理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souls are things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你怎么想的 会决定你所创造的世界 所以倒过来 如果你今天你身处的状态 让你觉得不快乐不满意 其实有时候重点不在于你花什么力气去改变这个状态 重点在于说 你先问自己我怎么想的 因为我这样想 所以决定吸引到这样的人 就像我常常说的 有很多人奇怪 他的处境跟你相去不远 可是为什么快乐度上差这么多 你看他每天都快乐跟小鸟一样吗 as happy as a bird 但是你是快乐跟鸟 像个鸟 一点都不快乐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想法 你会发现越能苦中作乐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苦是有边界的 越没有办法苦中作乐的人 那个苦往往是无边无界的 会一直延续下去 那是很恐怖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 他一开头就已经先为你做这样的心理建设 那一直一路谈一路谈 然后到24课 叫做追随真理 那这个真理呢 当然其实我觉得如果用东方的语言来说 就是你不管做了什么 你这一辈子有机会还是没机会成就多伟大的事业 千万不要脱离这个道 这个道很多人听了就开始头晕了 其实就是自然法则嘛 有日出就有日落 有新就有衰 有起就有落 春夏秋冬四季循环 这是自然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你真的读起来 你真的读完之后合上它 然后试着在自己生命实践 然后偶尔去思考它里面真的要谈表面上的意思的背后生意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还蛮有那么大一点东方精神的 只是它用的是西方的语言 我是希望藉由我先这样子说出来 你在读它的时候 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种书 你又接触到这本书 而你又有这个缘分听到我这一段 你可以体会一下这所谓背后的东方心精神 心想事成并不是说 我们人就可以变得很霸道的 就是我要怎样就可以得到怎样 我觉得那已经扭曲了这个意思了 而是说我们其实透过 可以透过自己的想法 去让自己的生命不再这么样的无助跟被动 我们可以自主 但这个自主并不是要跟所谓的老天爷 去比一个高下 谁超越谁 人定圣天还是天定圣人 这个是说不清楚的 而是我怎么样跟这个老天 也就我怎么样跟这个环境取得和谐 取得共识 否则你想想看 当你赚得了全世界 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你赚得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啊 所以人家说自助天助 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能够站起来之后 老天爷才能够帮你 而且开玉你刚才在讲 不管是西方的心想事成 还是东方的一些哲理 我觉得万流不失其中 其中那个中就是所谓的道理 如果它真的是真理的话 那因为不同文化 就会有不同文化的诠释 那不同文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不能去要求一个西方人 写出很东方很禅意的东西 那我们东方也会有 我们东方人看事情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文化上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就是 邀请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去 直接去买这本书回来 看一看你有你自己的体会 并且把这样的体会分享给我们 或者你周遭觉得适合的人 其实就我来说的话 长期的做这个有声书品 我很期望听到你的体会 分享给我 好不好 算是给我一点回馈 所以呢 我们今天谈万能金药 就到这边咯 真的很期待能够听到你的分享 你的生命当中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一切来自于你的想法 是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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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